玄武门之变发生后 成功登上地位的李世民 大风有功之臣 在这场政变中 长孙无忌作为首席功臣 也得到了丰厚的封赏 被禁封为尚书又蒲燕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长孙无忌的这次晋升 却遭到了他的妹妹 长孙皇后的极力反对 那么长孙皇后 为什么要反对提拔哥哥长孙无忌 透过这件事 我们又能洞悉出 长孙皇后怎样的性格特征呢 历史学者李恒即将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大唐第一宰相长孙无忌 第二集 他的妹妹不简单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集我们讲到 长孙无忌在李世民发动的 玄武门之变中立下了功劳 李世民登基后呢 包括长孙无忌在内等一干功臣 都成为了大唐帝国的主宰者 而长孙无忌作为首席功臣 也得到李世民的封赏 从史料记载来看 李世民对长孙无忌的回报 可以说是拓为丰厚 据新唐书长孙无忌传记载 王为皇太子 寿左树子 即位前吏部尚书 以公第一 继封齐国公 帝以无忌皇后兄 又少相友 眷以日后 长出入卧内 进尚书幼谱 从这段记载 我们可以看出 李世民对长孙无忌 完全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恩宠有加 长孙无忌进封为尚书幼谱 就等于是进了宰相班子 因为在唐朝初年 宰相其实是 携入皇帝处理政务的 一个班子的总体称呼 其成员有三省的最高长官 三省指的是 中书 门下 上书三个省 中书省主要负责与皇帝 探讨法案的起草 草拟皇帝的诏令 门下省呢 负责审查诏令的内容 并根据情况 可以退回给正书省 重新起草制定 这两个部门是决策机构 而通过审查的法令 则交由上书省来执行 中书省的最高长官叫 中书令 门下省的最高长官叫 市中 上书省的最高长官叫 上书令 不过由于李世民 曾经担任过上书令 所以在他当了皇帝后 为了逼他的会 就不再设上书令一职 而分设左右两个谱业 长孙无忌 就是其中的右谱业 除了三省的最高长官是宰相之外 凡是朝廷官员头衔中有 同中书门下三品 平章之士 同中书门下平章士 等称呼的 都算作宰相 因此唐代的宰相 其实是一个组合 是一个班子 不是指某一个特定的人 遇有国家重大决策事宜时呢 皇帝会召集这些宰相班子们 开会进行研究 听取意见 这其中就有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被提拔为上书又无厌 意味着他进入了大唐帝国的权力核心 按照正常的逻辑 接下来他应该继续努力辅佐李世民 争取更多的晋升机会 可是在真冠二年征运 公元628年 也就在李世民提拔长孙无忌 仅仅只有半年的时候 长孙无忌却突然上书李世民 申请辞去的上书又无业的职务 那么长孙无忌 为何要主动请辞呢 是长孙无忌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吗 以长孙无忌的才能来看 这个理由似乎站不住脚 是李世民认为他不合适 而故意排挤他吗 才提拔了半年 就轻易否定自己当初的这个决令 从时间上来讲 似乎也说不通 而且李世民对长孙无忌是十分了解的 毕竟将一个人提拔到上书又无业如此重要的岗位 不是拍脑门就决定 既然这两个理由都讲不通 长孙无忌又值盛免 身体也没有什么大毛病 那么他的主动请辞 其中就肯定有内情 什么内情呢 其中之一就是长孙无忌的妹妹 长孙皇后的态度影响了这个事情的走向 他当时极力反对提拔哥哥长孙无忌 那么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旧唐书后妃传的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一节中 有这样一段记载 后固言不可 每成间奏曰 妾记脱身子宫 尊贵以吉 十不愿兄弟子侄 不列朝廷 汉之屡获 可为妾谷之介 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职 太宗不听 竟用吴记为左武侯大将军 吏不上书 又补业 从长孙皇后的话语中 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知道 他的理由是 长孙无忌固然现在是恩宠有加 但同时他外戚的身份 也容易为自己和家族带来祸患 但是结果呢 这段史料也记载了 李世民不听 照样提拔了长孙无忌 我们当然不必怀疑 李世民对长孙无忌的绝对信任 但今天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明天你可能就会成为阶下囚 因为在皇权制度下 外戚权力过大是一大忌 即便皇帝对你没有什么想法 但难免会遭人弹劾和陷害 在长孙皇后看来 外戚专权的隐患是一直都存在的 大唐帝国也不例外 它提到的汉之吕霍 指的就是西汉时候的吕霍和霍光 两个外戚家族因为干预朝政 而使整个家族遭受灭顶之灾的教训 因此长孙皇后称之为窃骨之戒 也就是说深入骨髓的血的教训 事实上在我看来 长孙皇后当时为了保证整个家族 能够长久不衰 其实是用实际行动 在为哥哥长孙无忌和整个家族 制定了今后整个家族发展的一个方针 这个方针我用十二个字来概括 那就是远离权力中心 防止外戚专权 一个人身居高位还能居安思危 无疑是具有智慧的 而长孙皇后作为女人 对政治权力看得如此透彻 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女人 那么长孙皇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如果仔细分析书里长孙皇后的性格和经历 我们就会明白 他有这样的政治智慧 并不是偶然 首先一点 这个人聪明绝顶 他看透了人心 他明白 人的内心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国家政权本来不属于他这个家族 而外戚一旦执掌大权 由于内心欲望的不可遏制 很可能会导致乱政的出现 所以长孙皇后要把外戚专权的苗头 扼杀在摇篮之中 我们说长孙皇后的担心 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担心 担心自己的家族会像吕后 霍光家族那样遭受灭顶之灾 而三十多年后的事实 也印证了他当初的这个担心 但是从长孙皇后个人的态度中 我们可以看出 长孙皇后除了身为皇后 地位尊贵之外 还显示出了他了三个方面的特质 第一个 能够以事为鉴 知道居安思危 第二点 看透权力非永久 凸显政治智慧 第三点 既是后宫梁左 又是李世民的智囊 具备了这三个要素 应该说长孙皇后 不仅仅只是依靠夫君李世民 而凸显自己的地位尊贵 说她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 也一点不为过 长孙皇后以史为鉴 居安思危 反对提拔哥哥长孙无忌 凸显了他的政治智慧 他的这种智慧 还体现在了 他对于丈夫李世民的支持 那么在李世民登上地位 以及开创真冠盛事的过程中 身为妻子的长孙皇后 发挥了怎样 举足轻重的作用呢 历史学者李恒 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大唐第一宰相 长孙无忌 第二集 他的妹妹不简单 在古代皇帝除了处理好朝政之外呢 也还要处理好后宫的事物 对于一个皇帝来讲 后宫事物是和朝廷政务一样的大事 同样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而皇帝 由于事物繁忙 不可能照顾全面 所以就需要一位贤明的皇后 来替自己打理后宫的具体事物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贤内助 而长孙皇后 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贤内助 他建议李世民不要提拔哥哥长孙无忌这件事 就可以看作他是在协助李世民处理政务 毕竟任命提拔官员 属于朝廷政务的组成部分 很多人是安排会决定朝廷的政治走向 因此长孙皇后劝谏不要提拔自己的哥哥 这个建议不仅仅是出于保全哥哥 以及家族利益为出发点 更有对丈夫李世民 以及大唐帝国整体负责的态度 都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会有个鼎力支持的女人 这句话用在李世民和长孙皇后这对夫妻身上 确实是很贴切 长孙皇后13岁嫁给李世民 就一直默默地为自己的丈夫奉献着 除了妻子应尽的义务之外 长孙皇后还经常和李世民讨论诗书 研讨古今 使李世民受益迫多 我们前面说过 长孙不济在玄武门之变中立下了大功 事实上长孙皇后在玄武门之变中也有功劳 旧唐书长孙皇后传就记载了长孙皇后在玄武门之变前后的一些作为 使太宗工业技高 引太子猜忌资胜 后孝氏高祖 功顺妃品 尽力弥缝 以存内住 即难作 太宗在玄武门 方引将士入宫授甲 后亲卫免之 左右莫不感激 从这段记载来看 我们可以看出事变之前局势其实对李世民并不有利 毕竟人家李建成是合法的态思 而且李世民因为战功卓著 实事求是讲 有些功高盖主的感觉 长孙皇后利用自己的女性身份的这个优势 在李渊面前极力为自己丈夫公关 不仅对李渊极力的孝顺 而且对李渊的这些嫔妃们 也是极力的缝影 以求改变自己丈夫 这种被动的形象 在后来选我们之变即将发生的这个风口浪尖之上 我们也再次看到了长孙皇后的身影 当时李世民正在为自己的手下分发兵器 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刻 长孙皇后不时时机地出现了 她勉力将士 算是做了一个战前的一个动员 据说呢 她当时还做了一件事 就是为士兵们擦去脸上的这个汗水 她知道在那个即将展开你死我国斗争的时刻 每个人其实都在紧绷着神经 而她女性的这个角色 虽然在这场男人的斗争中 给予不了丈夫什么帮助 但利用女性温柔耐心的这个特质 亲临一线 缓解即将展开拼杀的将士们的这种紧张的情绪 这是她可以做到的 其实我们说有的时候 女人的笑容 甚至是哭泣 远比男人们的千言万语 更能打动人 长孙皇后就深深地明白这个道理 她的这个举动 确实激励了在场所有的人 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 长孙皇后是一个心系之人 而且情商极高 我们说选我们之变长孙无忌 功勋卓著 那么从某种角度而言 长孙皇后又何尝没有功劳呢 而且长孙皇后的贤明 还体现在她对李世民情深异度 李世民有一次得了重病 很长时间也不见好 长孙皇后昼夜侍奉 而且自己准备了一包毒药 她的想法是 如果李世民一旦病悟 自己也将追随夫君而去 当然后世的很多人 都质疑这个记载 认为长孙皇后可能是在作秀 但是在我看来 我们其实有太多情感内置的精华 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逐渐的淡化 不是我们曾经不曾拥有 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我们越来越看重 物质层面的东西时 其实我们丢失了太多 我们本应该拥有的东西 其中包括高贵的情感 和道义的性命 长孙皇后作为李世民的贤美助 将自己的智慧 以一种柔性的方式表达出来 帮助李世民成就了一番伟业 然而长孙皇后的政治智慧与远见 并不意味着她就是一个理性至极的人 历史上的长孙皇后还是一位富有财情的人 事实上长孙皇后作为女人 还经常表现出富有财情的一面 甚至说很有女人味 例如她写的那首春游曲 那么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 说的是一个深归美丽的女子 让起思春的一种情意 那初战的桃花仿佛是她面色的红润 那屋檐边新发的柳枝 仿佛是学她轻盈的身姿 她在花间徘徊那狂狂飞舞的蝴蝶 听取枝头黄鹰的歌唱 你何必站在林下远远地打听 她的风流出众 那是远近闻名啊 其实这首诗就是长孙皇后的自画像 在传统的印象中 作为贤后榜样的长孙皇后 应该是正襟危坐 但诗剧里的长孙皇后 居然像个活泼可爱的寻娼少妇一般 而且呢 似乎还挺开放 或许只是这种智慧与理性 才情与浪漫统一的结合于一身的女人 才会让李世民在长孙皇后去世后的很长时间里 依旧倍感哀伤 贞观十年 也就是公元636年 36岁的长孙皇后因病去世 在尼流之际 长孙皇后取出了那包保孙已久的毒药 然后告诉李世民说 臣妾以前随时将这包毒药带在身上 目的是如果皇上一旦有什么不测 臣妾将追随陛下而去 誓死不当屡后专权 一句话 让李世民顿时感动得泪流满面 同时我们也能看出 长孙皇后临死前都没有忘记 防止外戚专权 厚重的史书呈现给世人一个贤民的长孙皇后 但厚重的史书却无法完全承载她绚烂多彩的一生 她用不参与政治的方式来影响政治 她用将李世民推出去的这种方式来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无疑长孙皇后是女人中的极品 或许也只有这样的女人 才能配得上李世民 虽然长孙皇后36岁 便匆匆离世 但她用自己的智慧和才情 赢得了唐太宗及所有人的赞誉和敬仰 为后世树立了贤妻良后的典范 为了保全家族利益防止外戚干政 她极力反对提拔哥哥长孙无忌 那么长孙无忌能明白妹妹的良苦用心吗 她真的会按照长孙皇后的想法远离权力吗 历史学者李恒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大唐第一宰相长孙无忌第二集 她的妹妹不简单 就在长孙皇后反对提拔长孙无忌的不久之后 确实就有人站出来开始说三道四 资质通鉴唐太宗贞官二年郑月有这样一段记载 春郑月辛亥 又朴叶长孙无忌罢 时有密表称无忌全宠过胜者 上已表示之 曰 郑于卿动然无疑 若各怀所闻而不言 则君臣之意有不通 又招百官魏之曰 朕诸子皆佑 是无忌如子 非他人所能见也 无忌自聚满盈 故求殉位 皇后又立为请之 尚乃许之 以为开府一同三思 这样的一段记载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说有人对长孙无忌的受宠 又被提拔进宰相班子 开始说闲话了 李世民当时对长孙无忌倒是绝对的信任 向百官郑重的表态 说长孙无忌对朕有大功 就像朕的儿子 你们呢 谁也别想理解朕和长孙无忌的关系 可是长孙无忌担心自己这么年轻 又位高权重 会引起一些麻烦 因此再三请求辞去幼谱业的职务 后来长孙皇后呢 也多次请求 李世民这才同意了长孙无忌的这个要求 授予他开府一同三思这样一个名誉的职务 通过这段记载来看 我们不得不佩服长孙皇后的预见性 他所担心外戚权力过大而引起非议 没过多久 确实就变为了一个事实 有人就秘密地向李世民上表说 长孙无忌权力过大 从长孙无忌顾求欣慰的这个态度来看 他也有着和妹妹长孙皇后一样的担心 但不能否认的是 他与长孙皇后远离权力的想法 只能说是有限的一种和派 也就是说辞去宰相的职位 达到了长孙皇后的这个目的 但长孙无忌内心也有着自己的想法 那就是对权力有一种渴望 这么说有证据吗 有 刚才我们所说到的 资质通鉴上记载的那句 无忌自聚满盈这句话 就是证据 我们可以通过这句话 就能理解长孙无忌当时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不是说高峰亮节不在乎权力和名利 而是担心慧欲速则不达 从而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 甚至他当时还要揣摩 李世民对自己的真实态度 如果我们抛开李世民的态度不谈 我们站在长孙无忌的角度 去看李世民对群臣的那个表态 我猜测很多人可能在心里都会打上一个问号 皇帝陛下的这个表态 说的是真心话吗 我们都知道有句话叫半君如半虎 我们不否认长孙无忌和李世民的关系是不一之交 是少又相有 是殷勤 可以出入卧内 但他们还有一种关系叫君臣 古代君臣关系的特点是什么 君让臣死 臣不得不死 君担心臣功高盖主 臣担心君猜忌自己 更何况长孙无忌 你还是外气 因此长孙无忌面对李世民的表态 就必须要仔细地加以分析 就算是李世民说的是真心话 怎么就不能保证未来会有做变化呢 更何况身边还有一些人说三道四 制造舆论 你怎么就知道皇帝陛下 未来就不会受到这些人的影响呢 应该说长孙无忌辞去宰相之物 这里边既有长孙皇后的这个作用力 同时也有长孙无忌掩盖自己 真实目的之举 是一种明哲保身 但是如果你认为长孙无忌 仅仅是担心自己身败名裂 而一直隐忍下去 那可是大错特错 事实上通过另一个事件 我们就可以看到长孙无忌果断坚定的一面 以及他向往全力真实的一面 那么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呢 长孙无忌在这个事件中 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请看下集 谢谢大家 由于妹妹的极力反对 长孙无忌主动请辞上书又仆叶的职务 然而他却并没有因此放弃对权力的追求 贞贯17年 太子李承前因谋反被废 长孙无忌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利益 力挺李治当太子 那么在这起储君费力事件中 长孙无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在明天的节目里将为您讲述 力挺李治当太子